你们都是去看病吗 难怪 要进到部落就得先量体温 各项消毒及实名制 还得问来自哪里要进到部落做什么 俗人的化则惯性外出有什么需求 近日疫情严峻 许多原乡部落发起呼吁 一般民众误上山登山等要求 希望减少社区感染的风险 因为疫情的升高 所以部落里面很多的反应 就是说希望在外的所有的朋友们 能够减少到部落里面 但是这个因为政府的政策 没有说要禁止到部落里面 或者是登山或是玩水 但是我们公所为了 这个部落里面的居民的健康 所以我们七个部落里面的入口处 我们还是设置了这个反应点 那不只是我们部落里面的居民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进到部落里面 都经过这个反应战 为了防毒疫情造成部落感染 泰晤乡公所特别在乡内七个部落 包含平地永久物乌拉鲁兹 设置防疫站 组合体温过高的族人 或是乡亲进到部落 也期盼透过柔性劝导 呼吁登山客可以落实防疫作业 量体温消毒然后实名制 这样的话让这个疫情能够降低 也让不必要的这些朋友到部落里面 能够不要到里面去 让他们也能够说好好待在家里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措施 其实我们设了这几个阵子 从昨天到今天 确实也达到了这个效果 有的居民因为可能天气热的关系 体温升高 或者是本身就有发烧 都不知道 但是经过我们这个量体温消毒之后 发现自己的体温有点高 他们觉得说不要再上去 回家或者是去就医 都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疫情严峻 香港强调如非必要 真的要拜托乡亲 暂且不要前往山区 若有需求也请务必维持社交距离 及落实戴口罩 保护必三成 评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